你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吗 快看 那不是当红女星男生吗 他和叶总好般配啊 当红女星和首副总裁 当然般配了 叶南角 他怎么在这里 还以为在遇见的时候 我能做到忘记你 少爷 你喝多了 他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我刚经过听见他们在吵架 你俩谁救我一命 替我送个酒过去 不去不去 喂温暖 你帮我拿瓶酒送过去 好 你好 明点的酒 男生 我再问你一遍 嫁还是不嫁 二位 这瓶酒还要吗 你怎么回事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没看见我们在这聊天啊 你不嫁 我就娶她 你不嫁 我就娶她 先生 请你放开我 先生 不要这样 你疯了吧你 拿一个服务员给我比 有病吧你 先生 我们是不是见过 没见过 请你放开我 不要 不要在我工作 我就是这儿的老板 你现在的工作就是服饰 温暖 干什么呢 上班的时间 在这儿勾引客人 你这坚持不想干了 立马给我滚蛋 主管 不是我 是她 平时看你就有点妩媚的样子 果然是想叛高知了 不是我 真不是我 你先进入我欠麻烦 看我这么收拾你 她给你惹了什么麻烦 叶总你怎么亲自来酒店了 叶总 道歉 对不起 叶总 跟她道歉 温小姐 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温小姐 对不起 温小姐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温小姐 对不起 站住 先生 请我已经给您放这儿了 如果您要听餐的话 请打电话到前台 看了这份协议 签了她 给她比 我只是个服务 还行不要刁难我 从现在开始 未来三个月你给我当女朋友 每个月给你一百万 看你生活这么拮据 给你赚钱的机会 先生 谢谢 但真的不用 你再考虑一下 你 还没有人能这么拒绝我 先生 你我素不相识 求你放过我 我要是不放过呢 小牛的瓜不甜 甜不甜 我要自己尝尝 你 你厚颜无耻 每个月给你一百万 这么好赚钱的机会 你都不要 你脑子是有病吗 不是所有人 都拿自己当做商品来交易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绝少 你之前不是有那么多名言千金吗 哪个都不差 不如咱换一个 不急 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妈 我回来了 妈 温暖 你终于回来了 妈 那些人是不是要找来 除了他们 还能有谁啊 妈 我们搬家 我们已经搬了多少次家 没有用的 不管搬到哪里 他们都还是能找到我们的 妈 别哭了 你舅舅那个天杀的 欠了一屁股的债 现在跑得无影无踪的 还把所有的债务丢给我们 完全不管 我们的死活 他存心想把我们逼死 妈 还想办法 别担心了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 要不要去救救你的爸爸呀 你不要救他 你永远都不能救那个人 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 小型 吓坏了吧 妈妈被人欺负了 别怕 姐姐会保护你们的 啊 行 不见 你比我想象中来得快 叶总 没问题就签字 只要你答应我绝不发生关系 我就签字 好 没问题 上面写章 你有权随时终止协议 如果你提出终止 前兆付 如果你没有好好执行乙方的责任 双倍赔付 六百万 我知道了 赶紧签字吧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来都来了 走什么 怎么现在流行小碎花了 霍少您开玩笑呢 穿这么保守 姑娘们怎么工作呀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还让你亲手领进来 给你介绍一下 温暖 我的女朋友 你的什么 耳朵龙就去智 你不是挺喜欢男生的吗 女人 玩具吧 怎么样 我的新玩具不错吧 所以你跟男生分手吧 那我追他你没意见了吧 你 你可以试试 试试就试试 我现在就叫他过来 喂 男生 在拍戏呢 刚说工啊 那好啊 那你现在过来吧 你热吗 来嘛 知道怎么配合 我在想 如果等一下我爱大了 你能不能办好你男朋友的角色 拦着点 那得看你表现 男爵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你怎么能在微博上 发布分手的消息呢 人家可没同意 甩你还需要同意吗 为了弃我 你就把这服务员 一直带在身边是吧 他现在是我女朋友 女朋友 别闹了 你拿这样的货色来弃我 是没用的 玩是吧 行 我陪你玩 起开 神哥哥 你帮人倒杯酒行吗 早就给你准备好啊 还是你贴心 神哥哥你长这么帅 不打算进入游乐圈吗 鞋可不想抢鞋子 煎肉的话 我见着 就你 也配坐在夜男爵的腿上 给你点了 我今天 住手 男爵 就你敢打我的女人 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打我 你能给我站住 为什么带我来酒店 你怎么这么笨 打架都打不过别人 我还手了 还手 那你怎么两边都被打 他只有一边被打 你 为什么维护我 谁是我女朋友 我维护谁 别碰我 我夜男爵的女朋友 还是第一次被人打 又不是真的女朋友 绝尚 可不要假戏真做 我自己可以 你乱动 怎么我看你眼睛有些慌乱 我没有 真的 你别这样 我要走了 你今天晚上就在这儿睡 你说什么 我要回家 你这样子怎么回家 一定要留下梦 违约金六百万 自己看着办 怎么了 跟我一起吃饭 这么见不得人 你吃快一点 不然我挑进黄河都醒不醒了 不必了 我已经跟你经理说过了 工资全打给你 你不用在这儿上班了 你辞退我 你凭什么这么做 我是你老板 辞退你 有什么意见吗 我去接个电话 你要是敢逃走 你知道后果 呦 温暖 看来主管说的没错呀 排上高枝了 我没有 没有 又当又立的 装什么情高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都是在这儿干兼职的 骂你怎么了 骂的就是你 是啊 我就是潘高枝 你想派还派不上呢 你这个贱蹄子 干什么呢 叶 叶总 刘主管 在 叶总 请你指示 招了什么人 让他立刻滚蛋 快给温小姐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欺负我们叶家的 叶市集团 不录用 回 叶南局 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给你换身行头 今晚 有映住吗 嗯 哎 你好 你好 给他搭配几套衣服 好 这边请 嗯 我的角色就拜托你了 大制片我敬你 嗯 我跟自方说说吧 哎 叶总 您好 嗯 这是我女朋友 温暖 李制片 既然我们是团投资 怎么还有演员在场 哎 叶总 别生气啊 您如果不满意的话 我让南小姐马上走 叶总 大家相识一场 话没必要说的这么难听吧 来 这杯 我敬你 身体不适 喝不了 身体不适啊 这位是你女朋友 不如 让她来替你喝吧 那 这次能顺利开机 多亏了 叶总 我敬你一杯 既然这么开心 大家一起喝一杯吧 来 来 干杯 干杯 不好意思 身体不适 我先去趟洗手间 说吧 男爵给了你多少钱 这裙子 也是他给你买的吧 你去问叶南爵 我不问他 我就问你 你俩昨晚 睡没睡 我问你话呢 你们俩昨晚睡没睡 你 贱人 你给我过来 你居然动手 打你就打你 还需要跳日子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想什么 就你这种过色 也配上男爵的床 你竟敢还手 你不要命了你 我让你吓死 放开 你给我吓死 你给我放开 我今天就是要教训你 你跟我站住 你个贱人 温暖 没事吧 过分了 怎么 我们都认识三年了 在你心里 难道我还不如这个服务员吗 请你搞清楚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男爵 你不要再演了 我知道 你不就想让我嫁给你吗 我同意了 像你这种恶毒的女人 我已经不想娶了 走 男爵 你听我解释 男爵 男爵 爷男爵 你给我下来 男爵 你听我说 我们好好聊聊 你接下车吗 男爵 你要不下车跟他谈吗 闭嘴 每次都被别人欺负 还嫌不够丢人吗 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三天两都被打 当年 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你带我来你家干什么 你现在可以说了 没什么好说的 我和你之间并不认识 好 你记住你说的 把手机给我 我要回家 明天早起要去马场 你今天在这睡 我 我 妈 喂 暖暖 你在哪呢 我还有点事 要帮浓水吃个班 你跟小钱先睡 不用等我 注意安全了 我 这件事情 可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 你听我笑 男爵你开门啊 咱们好好聊一聊行吗 男爵 关上 然后去开门 男爵快开门啊 叶南 男爵 男爵 男爵你听我说 男小姐 是你 你怎么在这 你们 这个小贱人 怎么会在你家 这是我男朋友家 我出现在这里 很奇怪吗 男爵 我错了 我们不闹了 你原谅我好吗 请你搞清楚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那请你高抬贵手 别在我事业上动手脚 就当我求求你 你别让导演 换了我女艺号行吗 男小姐 我向你搞错了 我对你 还有你的誓意 都不感谢你 你非要那么绝情吗 男小姐 还不走 要我现场直播给你看吗 你 站住 大少爷 有什么事吗 温暖 十八岁生日快乐 这个手链 一万 到底当不当 这个肯定不止值一万的 老板 你就给我个十价吧 我真的很缺钱 看你这打扮 不像买得起 这么名贵的手链 该不是捡的吧 一万 我当拉倒 那 以后还能赎回来吗 给你开个票据 如果链子还在电 就能赎 行 那老板给你 请你麻烦帮我开个票据 够了 你们不要再演了 看你怎么反抗 你鼓起来 怎么 跑来这 差不多得了 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滚 明天 明天我们就去领证 晚了 怎么会晚呢 明天一早 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民政局 来小姐 难道非要让我叫人 把你请出去吗 你就那么喜欢这个女人吧 男君 你清醒点吧 这个女人 她只爱你的钱而已 你放手 你放手 要不 我先马上回去吧 怎么 怕我吃你 你以后 不能随便摸 协议上洗了 我不能吻你 无赖 方姐 这个表格 就是咱们商场上个季度的销售总额 然后这里 你要注意一下 温小姐您好 好的 我是男生的助理张兴臣 上次见过面了 有什么事吗 可以借我说话吗 男小姐有事找你聊 还请你一步 我在上班 那就抱歉吧 轻点 我今天 是跟温小姐 谈交易的 跟你没什么好弹头 实话说吧 男爵给了你多少钱 我给你 双倍的价钱 我知道 你啊 就是他花钱雇的 你怎么买 以我的能力 拿到这协议 很难吗 温小姐 你真有那么缺钱吗 三百万就把自己给卖了 陪吃陪聊 陪演戏 上屋还让睡 你不觉得自己 很贱吗 这是我的事 与你无关 这样 我给你双倍的价钱 六百万 你去把违约金付了 然后 有多远滚多远 你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 把我的名片给他 温小姐 我劝你啊 好好考虑考虑 考虑清楚了 给我电话 李男爵 四年前 是你妈 现在是男生 总有人会把我 推离你身边 你确定这个东西 真的管用吗 只要把这个 放进绝少的酒里 你一定能得偿所愿 办得不错 事成之后 一定少不了你的 亲爱的 生日快乐 好久不见了 清语 来来来 赶紧坐 你真的跟绝少分手了呀 怎么可能啊 你可千万别逞强 是啊 绝少是有很多女朋友 但她说过 她会娶我 更何况 她爷爷也指认我 绝少都公开发布 你俩分手的消息了 你还幻想她娶你 你现在男人都没有了 事业方面 我在我一面前 帮你多说点话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 诶 绝少来了 诶 这新欢穿的 不是你一直想要的 那条裙子吗 你闭嘴 绝少 你来了 今天是我生日 怎么带个外人过来 不合适吧 诶 来都来了 还是进来坐走吧 绝少 这谁啊 怎么不介绍一下 我女朋友 温暖 绝大少爷 男小姐的生日宴 你带我来干什么 需要你批准 你就非要气死她吗 你 什么东西 这效果怎么样 会不会有副作用 效果是很好的 但是有点副作用 第二天会有点偷偷 知道了 男爵 特别感谢你百忙之中 还能抽空来我的生日夜 不过 真是什么人都能混进来 我这安保工作 做的看还是不行啊 你应该感谢他 如果不是他 我不会来看你作秀 行 不管怎样 还是特别感谢 二位能来参加 我的生日拍对 这杯 我现干为敬了 刚才 为什么说我自己要来的 明明是你拽着我来的 按照我们的协议来看 大部分时间 你没有权利决定 你说什么或做了什么 喝了它 你为什么不喝 怎么办啊 怎么 怎么都让那小贱人给喝了 那药还有吗 就一宝 就一宝 就没有点备用的吗 现在都让那小贱人给喝了 可咋整啊 绝少不会针对那温小姐 闭嘴 这样一会儿 你想办法去制造点混乱 让保镖把那小贱人 给带去办了 可是男生姐 这样办了 会不会出事了 别废话 赶紧去 好 着火了 着火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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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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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 男 男生姐 你没事的 你瞎吗 我都摔成这样 能没事吗 那保镖已经来了 现在才来 不如再迟一点 那小贱人都已经跑了 少爷 出发吗 等会儿 这是怎么了 好热 好热 你一直偷看我 好看吗 我不太舒服 你哪儿不舒服 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要 开车 不是我在里面下的药 你们也知道 里面有药 怎么 现在不让我走了 感觉怎么样 你失眼了 你就是个大骗子 温小姐 大家都是成年人 况且 三百万 可不是这么好赚的 你别 口头答应算什么 论口头答应 你比我在行 四年轻 我不想听 温小姐 你不是说我们之间 并不认识吗 站住 你昨天晚上去哪里了 妈 我昨天晚上帮同事 还想骗我 看看你自己 身上穿的是男人的衣服 再看看你脖子 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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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 是不是 妈 对不起啊 我应该早点告诉你 正在交往的对象是你的同事吗 不是 这个人你应该也认识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到底是谁 你快说呀 叶南娟 你是说叶家的那位大少爷 你难道忘记四年前 他妈妈对我们做的事情了吗 我好心收留你们母女二人 你竟敢指使你女儿 上我儿子的床 夫人 对不起 都是我痴心妄想 原谅我的女儿吧 我的儿子 天之骄子 你记住 以后再敢出现在我儿子面前 你们母女二人 都别想活 滚 妈 你放心 我就跟他在一起三个月 三个月后 我一定会离开他的 妈 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别担心 你没事吧 走路时候发什么呆 你不知道看路吗 你怎么在这 姑姑 干嘛 你让我看看你的手腕 有没有受伤 没事 不用你管 去医院吧 开车 我不会离手 我不是教过你 怎么样 我新买的车 你能不能开慢一点 你才刚拿到驾照 没事 要不然我教你开 我不会 没事 很简单的 来来来 你也开慢一点 你才刚拿到驾照 没事 还愣着干嘛 走 医生都说了 在你石膏拆掉之前呢 你就在家里好好待着 知道了 你的鞋在这 这是给我准备的 不然呢 这段时间 我可以先照顾你 不过 你得让我睡客房 我的房间在这 你房间对面 东西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你是先知吗 还是早就预谋好了 骗我住进来 你以为我是特意 为你准备的 男生住的 去帮我放洗澡水 这有水烫子 水放好了 我要先走了 走什么 帮我洗澡 我什么 你又不是没见过 温小姐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 听见了 脱不了 你有剪刀吗 就算这样 我也擦不了背 留下来帮我 你可真不害臊 我 习惯 难道男生 跟我穿的马术一样 我手都这样 把我当什么人 开门 帮我把水打开 水呢 水呢 爷爷您小心点 男爵 爷爷 您怎么来了 这个女人是谁 他们家的保姆 来爷爷 我扶您坐 手怎么了 骨折 怎么回事 不小心碰的 男爵 你怎么给这小金人 准备了拖鞋啊 我可是连你的房间 都没进去过 凭什么呀他 你不是说 是男小姐穿过的吗 先前是给他准备的 我就知道 你还是在意我的 男爵 你手怎么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 你不知道 人家会心疼的 爷爷 您这次来 找我有什么事吗 男爵 你要谨记你跟男生的婚事 别让什么阿猫阿狗都缠上来 我们都坐这么久了 一点眼力劲都没有 就不能倒杯水来啊 我这就去 爷爷 喝这个 你怎么能让爷爷喝你喝过的水呢 小伯母 我说你 年纪轻轻的 一点眼力劲都没有 这工作能做就做 不能做滚蛋 别说水了 起码弄点点心上来吧 我早上准备了一些早餐 你要是不 我不吃你的早餐 点心 点心 你听不懂吗 我这里没有点心 行了 我也不吃了 爷爷 那我送你走 你看看 都怪你 把杯子放这儿 也不知道注意点 还不赶紧收拾 赶紧的吧 能看看 不能干滚蛋 爷爷 我们走 别干了 跟我吃早饭 不吃 早餐在桌上 我没胃口 我的手还没恢复 不吃早饭 哪有力气照顾 现在你得陪我去散步 大白天的愣什么事 你明天就要填报志愿了吧 想好报答一所学校了吗 您的 那可是我现在的学校 是啊 这样你就不用每天反方笑 就往上学了 你总说我是影子 而你是太阳 太阳永远追随影子 现在高三 再过半年 我就可以和你上同一所大学了 叶南爵 我会努力 努力追上你的步伐 到了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你的身边了 你还走不走了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要说什么 如果 如果我们现在终止协议 你会跟我正式交往吗 我不答应 你会终止协议吗 你若终止协议 三百万兆付 你还记得吗 你跟我在一起就是为了钱吗 我是因为钱才跟你签约 希望绝少不要因为我们发生了一次意外 就想发展别的关系 温小姐 请你不要误会 你对我没有兴趣更好 毕竟以你的身份 根本配不上我 喂 绝少 查到那辆黑色轿车的车主信息了 查到了 是冯家大小姐 是冯家大小姐 冯月 冯氏集团 冯文编的女儿 要不要深入调查 我是因为钱才跟你签约 希望绝少不要因为我们发生了一次意外 就想发展别的关系 不必了 我有话跟你说 怎 怎么了 你说 我喜欢你 不暖 我喜欢你 站住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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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 管家 是 少爷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温暖人呢 温暖 少爷 他一大早就跟母亲离开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受伤了吗 把这收拾干净 又出内门子房了 累死我了 谁啊 温小姐 你是 你认识封家大小姐吗 为什么突然这么闻 没没没 随便问问而已 来吧 绝少 这是你需要签的文件 这段时间你怎么不去公司了 我需要放一周的假 那需要帮你挑几个保姆吗 保姆不是刚给你开门吗 你说是温小姐 有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你过来的女朋友吗 怎么又变成保姆了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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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还是保持一些距离比较好 干什么 我手都这样了 能干什么 你好像很紧张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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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风家大小姐 什么过节 我和她不说 不说 那就奇怪了 那天开车撞你的人就是她 她可是想撞死 你确定是她吗 你什么时候得罪我的 跟她没关系 没关系 不说 别怪我惩罚她 现在去 你疯了 你起开 我要回家 回家干什么 我给你买东西还不够吗 私人物品不行 只有家里的才行 你能不能先起来 站住 你要是现在走 一分钱也拿不到 不用我 我让你吻我 你就这么勉强 不勉强 是我自愿的 自愿 不是钱的话 你会中庭花吗 是 我就是为了钱 你还愣着干嘛 我说够了 别走 我会好好表现 你就这么不要脸 行了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你是 你这房子也挺阳气的嘛 我外甥女呢 娜娜 你怎么来了 娜娜 娜娜 我是她舅舅 你这丫头也是的 都谈恋爱了 也不知道跟我这长辈 说一声 还让我亲自跑上门 你给我滚出去 温暖 我是你舅舅 你怎么敢这么 跟我说话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干什么 就是最近 在外面玩得起吧 我多 十万块 对你来说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账号给我 钱我给你打过去 玩得开心 教授你 好 那我就等你的转账了 如果 你知道我的手段了 好好学学你男朋友 知道吗 要好好孝敬一下 我这个长辈啊 你为什么要赚她钱 不然让她 一直在这闹下去 就这点钱 我就当买个清净 叶南娟 你妈说的没错 这就是我跟你的区别 我根本就配不上 我妈 没什么 今天我会马上信号给你 烧头 温暖 我不用你还 温暖 你到底有多少秘密 瞒着我 叶夫人 我也没想到 过了这么多年 你还是出现了 请您再给我三个月 三个月后 我一定会离开 当年你也答应过 李子 如果呢 半夜偷溜回夜宅 你非要我找人 把你妈和你妹 打一顿你才安分 难道要我顾忌重施吗 求求夫人 放过我妈妈 跟我妹妹吧 我真的这样三个月 温暖 我知道你们 这种人的想法 但那是我的儿子 我绝不允许 我儿子爱上 一个保姆的女儿 三天 三天后再不离开 我只能对你的亲人 下手了 暖暖 你怎么了 没事 一大佳人都在呢 大美女也在 今天可以还钱了吧 还不了 不过很快 很快就能还了 三个月 我找了一份工作 三个月 三百万 不是三百万 是五百万 你们每年利滚利 不要太过分了 我警告你 不要耍花样 再耍花样 让你去卖 今天就饶过你们 下次没那么简单 暖暖 你刚才说的话 是真的吗 妈 我不想瞒你 是一男爵 给了我这份工作 让我假扮他女朋友 三个月 三百万 妈 你别生气 妈妈怎么会怪你呢 是妈妈没用 害得你 为了钱 去假扮 叶男爵的女朋友 偏偏 还是叶男爵 妈 你听我说 你和小璇 买最快的票 去别的城市 是叶夫人找你了 是叶夫人找你了 没有 是舅舅回来了 我怕他再来 找你们麻烦 我得去找一趟叶男爵 不用担心 奶奶 路上要小心啊 叶男爵 再借我双款 要钱干嘛 我要送我妈妈和妹妹 离开老家 那你呢 我留下 那三十万 从三百万里面扣 行啊 钱我可以给你 可是我肚子还饿着呢 你不知道有一种东西 叫外卖吗 去做饭 吃吧 温小姐 你是觉得我一只手 做不了泡面吗 那不然 我跟你做别的 不用了 不是 我们每次都要这样啊 你就不能帮我洗澡吗 学大少爷 不要脸的事情你可以干 我可以要脸 如果我说你不帮我洗 你就算违约 好 帮你洗 那你还不知道放洗澡水 愣着干嘛 温暖 温暖 你别装啊 不就让你帮我放点洗澡水吗 走开 不装了 嗯 哎 温暖 温暖 你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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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有没有别的措施 她已经昏倒了 先生 她只是心理压力过大 轻度中暑 其实你不用送她来医院的 轻度中暑 轻度中暑会晕倒吗 你女朋友呢 应该过一会儿呢 就会醒过来了 放松一点 你不要这么紧张了 先生 她真的只是心理压力过大 已经很晚了 您请回 明天再来吧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方法 我要她现在就醒来 你们在干什么 温暖 你只是轻度中暑 这位先生非得送你来医院 叶南俊 我要回家 你没事 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 我要回家 温暖 你还算个女人吗 你一大早问这干什么 来 过来 给你看样东西 你快删掉 我不删 你不删留着干什么 我喜欢 我就留着 那我求你了 也不是不行 那你信我 我饿了 去做饭 你删不删 女不删今天没饭吃 好啊 温小姐 你知道违约金是多少吗 你 你竟然敢跟我儿子同居 他手腕受伤了 我住的是客房 这是我最给予厚望的儿子 你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燃脂 妈 你怎么来了 男爵 你怎么还放不下这个女人 你手怎么了 不小心摔的 你们同住在叶家的时候 就眉目传情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但是男爵 请记住你的身份 妈 你放心 我跟他就是玩玩而已 是啊 我就是叶总的一个玩具 叶夫人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我告诉你 最好你自己离开 否则 你别伤害他 你竟然还敢维护他 妈不想多说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当年 他是怎么伤害你的 妈 孟娘 你是 风宾的女儿 你还不算太迟钝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这个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私生女 我爸爸竟然这么惦记你 他给你的钱 你收了吗 放心 他不要我们的那一刻起 他的脏情 我一分都不会要 你不想认他 我跟他没关系 跟你们分家更没关系 那你为什么告诉他 我开车想撞死你 我说的是事实 给我教训他 等等 你们今天若是伤我 这事就没完 就你 上次你们是撞了我 今天若是伤了我 我就会找媒体 公开你们的身份 到时候 风驾的是因你而起 你觉得 你还能有安身的 好日子过吗 你威胁我 我本来就不想 跟你们扯上任何关系 我既没认识 也没拿他的钱 是你们非要挑事 好啊 那你保证以后再也不见我爸爸 我就放了你 我可以保证我不去找他 但是他来找我 我阻止不了 那你们搬家 三个月后 干嘛要三个月 现在没钱 算了 看你也不像有钱 那就给你三个月吧 走 站住 你干嘛去了 两个小时 买东西 买东西要这么久 东西太重 我在路上歇了一会儿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先去休息了 好 查到了 月少 是风家的车 又是风家 月少 咱还要不要继续追查 查 走 怎么 昨晚有心事 没睡好啊 没有 你闻闻 是不是臭了 不是 好像 你就这么嫌弃我 我哪敢嫌弃你啊 大少 我问你 你是不是和风家有仇 没有啊 那你还不帮我换 愣着干嘛 绝少 大中午的你小点声 温小姐的事还没查清楚 这是您需要签的文件 行 你放那儿吧 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 嗯 我去 是我瞎了还是绝少疯了 这真的是绝少本人吗 我去 我看你脸上有蚊子 嗯 我饿了 去做饭 那我现在去做 你等等 有应酬 待会儿我们出去吃 嗯 获山生日 那 你现在应该小鸟一人地 靠在我怀里 你 很紧张吗 你为什么这么问 你呼吸好急促啊 换衣服 上楼 叶南娟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太多了吧 哎呀 不多 哎 今天我生日 散开了玩 生日快乐 谢谢 怎么哪儿都有你 你还在吃消炎药 不能喝酒 那你替我喝 喝多了难受的是我 来吧 谁管我 我管你 你 你别这样 先分开我 怎么能让我一个病患 陪酒吧 温小姐 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我不会 而且今天的主角是霍深 你跟他玩吧 来嘛 玩个简单的 这样 谁输了 谁答应对方一个条件 怎么样 可以 那就玩 最简单的 笔大小 来 哎呀 你输了 这样 这瓶 你干了 干了 怎么 愿赌服输啊 你先耍赖啊 行了行了 一会儿再喝吧 不用着急 咱们接着摇 哎呀 你又输了 这样 你趴在地上 给我当坐骑 男生 你有点过了 怎么 愿赌服输啊 那你跟我 我玩 你输了 也趴在地上 当坐骑 我不跟你玩 我就要他 现在立刻 趴在地上 给我当坐骑 男生 差不多行了 别玩过 怎么 你也要阻止我吗 他喝醉了 我带他去歇会儿 你放开我 我要他做惩罚 男学 跟我聚下一楼 有事 有事 在这儿等我 你是不是问他 来走 你不行啊 干嘛 老实点听见没 温小姐 温小姐 没想到吧 还给你准备了惊喜 给我绑住他 男生 你到底要干什么 眼神还挺犀利 这个好玩 打 给我狠狠地打 一会儿 找一个最丑的男人 来伺候伺候你 住手 男 男爵 你听我解释 你 给我滚 温暖 温暖你没事吧 温暖 温暖 男爵 别打了 别打了 我错了 我错了 男爵 别听了 别听了 我错了 我错了 男爵 你手还想不想要啊 快睡吧 睡醒明天要消息散了 叶男爵 你的手 没事 眼睛闭上 你在干什么 你的手肿 看上去好严重 不用你管 那我不说了 你赶紧起来 男爵 你来了 你怎么没带花啊 谁让你跟爷爷 胡说的 看来你是来 兴师问罪 不是来哄我的 男小姐 请你搞清楚 我们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你下次 再上海温暖 就不只是 住院这么简单了 为了一个服务员 你至于吗 我跟你都认识三年了 你跟他才认识几天啊 都凭什么 这跟你没有关系 你该不会真的 爱上那个贱人了吧 我曾经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珍惜 所以你还是在意我的 只是因为我聚婚 所以生气对吗 男小姐 我希望你出院之前 再去挂个精神科 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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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怎么 看到我 很奢望 没有 身体怎么样了 医生说 没什么大碍了 那天晚上 是你去告诉男爵的 我是怕你糊涂啊 酿成大祸 男爵 果然对那个小贱人东西 你就这么喜欢男爵 我问你话呢 你非他不可吗 我 温暖 像四年前一样 不如你们母女开个价 多少钱你肯离开 叶夫人 我的家人已经离开了 我不要钱 我要三个月 可笑 你不会觉得 仅凭三个月 你就能一辈子 守住男爵吧 我不敢说 但是我跟他签订了协议 答应了办赢他三个月的女朋友 违约金多少 六百万 这个好办 我给你一千万 五月一 七十钱 只是你答应他协议的借口吧 想留在他身边 才是你最想要的 四年前 因为你的要求 我违心地离开过他一次 这一次 我只想要三个月 你清醒点吧 你觉得在他心里 你又算什么 你要干嘛 你有没有试过在这里 试什么 你要干嘛 别动我 我们在这里试试 你动什么 找你的难受 不准碰我 吃饭了 尝尝味道怎么样 你是说菜的味道 还是你的味道 还是说 两个都想知道 我一个都不想知道 木头一样 朽木不可刁眼 你也一样 你说什么 我说啊 你的水平 还需要再练 我就是随便说说 我肚子有点疼 你先吃啊 伯妮小姐 你刚刚说我的水平不行 我刚才解释过了 就是随便说说 好 我今天就让你 见识见识 我的真实水平 叶男爵 你放开我 还觉得我的水平不行吗 其实 你真实水平 也挺不错的嘛 你什么意思 温暖 你到底有个多少男人 温暖 温暖 门 这里 看样子你舅舅果然没骗我 确实发达了 对对对 我没骗你 我欠你的钱 温暖肯定能帮我还上 见你钱的人就在你旁边 问他要 我没有 你骗谁啊 哥 我跟你说 他肯定有钱 上次 我就拿了十万块钱 温暖 你今天 要是不把钱还上 你舅舅的双手 别想要 你砍啊 别说是手了 你要是对脚感兴趣 也一定砍了去 我是你舅舅 你想害死我吗 是我害你吗 这些年你害得我们家还不够惨吗 要不是你 我根本就不用来这当叶南菊的情妇 少来 你从小就喜欢叶南菊 就这次成全你不是吗 成全 你管这个叫成全 要不是当年追战人追到学校 害得我连书都没有读完 是你害了我一辈子 行了 我不想听你们的恩恩怨怨 到底什么时候能把钱花上 三个月 不行你就一并砍了我 大不了一了百了 姐 我只是讨债 并不想搞出人命 哥 求求你了 您就给他三个月好不好 我不想没手没脚啊 给他三个月吧 那就给你们三个月 不然 你舅舅的四肢 也别想要了 八点了 做饭 温暖 醒醒 你是在跟我闹脾气吗 我更累 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那我给你点点外卖 我给你点粥啊 这么多天不理我 还能睡得这么香 不要动设计膏 既然懂设计 为什么不找一份设计的工作 跟你有关系吗 怎么没关系 你可以试着取悦我 然后我可以给你想要的工作 你现在不但雇我帮你追老婆 还要雇我帮你打工吗 有问题 喂 暖暖 我这边出事了 你能过来一趟吗 妈 暖暖 你终于来了 妈 不是告诉你了 这段时间不要回来吗 妈是担心你一个人吗 妈 你放心 你是她姐姐吗 嗯 她偷的店里的口红 小贤 你告诉姐姐 是你拿的吗 有人 给我 说 姐姐用了 好 好看 姐姐本来就漂亮 不要口红也漂亮 但是小贤 要是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就会有警察叔叔抓走小贤了 答应姐姐 以后不可以拿了 好吗 嗯 我不要了 红红还你 我来处理 哎 好 大少 谢谢你啊 没事 没关系 你先回去吧 我尽量想给自己教 坐下吧 咱们好好聊聊 你又想怎样 你妈妈和妹妹 还好吗 是你做的 叶夫人 你是想像四年前一样 估计重施吗 我已经把你和叶男爵 签署协议的前因后果 都告诉叶阿姨了 你也应该知道 男爵这么做 是为了男生 如果你们今天是为了来敲打我 那就不必谈了 我只有一件事情 如果你再敢逗我的家人 我一定会告诉叶男爵 四年前的真相 你威胁我 阿强 教教温小姐做人 你不要太过分 我告诉你 你一天不离开 我一天不会放过你的家人 就像四年前一样 你 温暖 你为什么离开叶家 还换了学校 我妈妈走 我自然跟着走 其实 那晚我 不要再说了 这只是个意外 意外 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 只是跟你玩玩而已 大少爷不会这么天真地相信了吧 温暖 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你跟我说 大少爷不要再说了 麻烦大少爷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我是真的不喜欢你 他已经按照我们的意思 狠狠地伤了大少爷的心 男爵将来是要取门当户对的千金的 万不能让这温暖迷了他心 我告诉你 你一天不离开 我一天不会放过你们家的 就像四年前一样 到底要怎么办 不离开叶夫人不会放过我吗 离开了那些债主也不会放过我们 还是要妈妈和小鲜鲜离开这里 只要等三个月后协议结束 一切都没事了 回来了 嗯 谁打的 不用你管 还有别的地方吗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背上也挨了几脚呗 你干嘛 好 你不说 我自己查 疼吗 现在不那么疼 你能不能别碰我 对不起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没关系 四年前 你教我保护得很好 哎温暖 长那么好看 要不要跟哥哥谈个恋爱 走开 哎 你妈就是个保姆 你还是个没爹的杂种 哥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你怎么样 关你什么事 哎 很借了吗 你谁呀 你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我干什么要你管啊 你 滚 你给我等着瞧 你没事吧 没事了 别哭了 大少爷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的学校不是在反方向吗 我路过 已经没事了 你别哭了 别哭了 我以后送你上学 我会保护你 温暖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你放开我 我喘不上气了 叶少爷 我们只是协议 三个月后我就会离开 叶大少爷可不要假戏真做 我不相信你真的不喜欢我 你看着我 你不要骗我 你放开我 你别闹了 我们正式交往 我们之前 从来都是不可能的 我不相信你不喜欢我 叶大俊 感情一旦有了变化 就再也回不起 钱 你眼里除了钱 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吗 你只对钱感兴趣 你说对了 我就是喜欢钱 好 你说 多少钱 我买你一辈子还不行吗 我就要那三百万 三个月后 我们之间就再无挂格 滚 现在立刻从我家滚出去 我以后不想见到你 滚 温阿姨 您坐下说 大少爷 你不能跟温暖在一起 温阿姨 我跟他只不过是协议而已 协议 真情也罢 只要你跟暖暖在一起 叶夫人就不会放过我 我妈 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我本来不想说 但是今天暖暖 受流着血回来的 怕是叶夫人又来找她了 四年前 你妈妈看到暖暖 从你的房间里出来 大发雷霆 将我们赶出家门 或许是你在家里伤心过度 叶夫人又绑架了我 威胁暖暖 让暖暖对你死心 事后还威胁我们 如果我们敢说出去一个字 就让我们活不下去 今天 我来告诉你这些 我不想让我的女儿 再受到委屈和痛苦 温阿姨 我替我妈向你道歉 但是 就算我喜欢温暖 温暖也不一定喜欢你 温暖什么时候不喜欢你了 这孩子打小就喜欢你 我记得 在他十六岁的那个冬天 他买了好多好多的毛线 跟我学织围巾 后来我看到他织的围巾 很丑很丑的呆在你的脖子上 这些事我还记得 温阿姨 你说温暖喜欢我是真的吗 那还有假 你的心事我也看在眼里 如果你想让温暖再留在你的身边 就要好好地保护 如果护不住 就请你高抬贵手吧 不要再纠缠暖暖 温阿姨 我不会让温暖再受一丝委屈的 我替我妈向您道歉 您看 要不然我晚上去您家吃个饭 那好吧 妈 别等了 他很忙的 不会来的 我找过他 他说他要来的 今天有客人吗 好多好吃的 温暖 你要乖啊 等一下有人来了 你要有礼貌啊 嗯 阿姨 南爵 你来了 快 快来快来 请坐 姐夫好 别乱讲 他不是你姐夫 没乱讲 就这么讲 就叫姐夫 你怎么每天阴晴不定的 不是说了吗 让我滚 不想再见到我 我后悔了 不行吗 我收回这句话 吃完饭跟我回家 我不滚 我的手还伤着呢 这可都是因为救你 暖暖 要不还是等他的石膏拆了 再搬回来吧 妈 这么晚了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怎么样 还是我家住的叔父吧 还可以 你今晚跟我睡 不用了 就在这里睡 好啊 我什么 你别乱来 你的石膏过两个钟就可以拆了 你赶紧快自己房间 我说了你今晚跟我睡 你让你走 我 没想 我之前提议的 你想过吗 我们正式交往吧 需要我记得你第三次吗 那你还是闭嘴吧 妈 男爵 回来了 我有事要问你 是温暖的事吧 妈 我是真心喜欢他 你真心喜欢他 那他呢 温暖在我身边 我已经很开心了 妈 为你做的事 都是为你好 未来整个环石集团都是你的 你要为环石集团考虑吧 环石集团会对外公的公司进行一笔注资 如果你执意伤害温暖和他家人 我会延缓进程 至于外公 自己跟他解释 你站住 如果温暖 真心喜欢你 我当然可以认同你们发展 但是你知道吗 当年 他收了我一百万 才同意离开你 他接近你 只是为了钱 当年的事我会查清楚 你这么急把我叫过来 就是为了让我陪你来医院 不然呢 我的手是因为你才受伤的 你得对我负责 大少爷 我在发传单 你知不知道今天让我把伟损失了一百多 钱钱钱 你心里边只有钱 叶大少爷当然不会理解我们穷人的苦 你发一天传单多少钱 我给你一百倍 你现在是我叶男爵的女人 不准在外面抛头路面发传单 走 叶总 你让我查的事情有眉目了 叶总 你让我查的事情有眉目了 你先回去 我的车就在那边 你要是敢溜回去发传单 你就死定了 说吧 这个人是苏老六 温小姐家的债主 四年前 温小姐的舅舅赌博欠下四百万 出了事跑了 还债的事就落在三个女人头上 这些年 债主一直在追他们 难怪的女人满脑子是钱 你确定是四年前欠下了 是的 奇怪的是 四年前还了一笔一百万 这就对了 风家呢 这个事还没查到 银行卡带了吗 把钱还了 好的 是你 你又来干什么 我没钱 有钱了 怎么还瞒着舅舅啊 叶南爵可是把我欠的五百万还掉了 你说什么 混得不错啊 暖暖 不过 最近舅舅手头又紧了 关我什么事啊 这些年为你还的钱还少吗 从今以后 你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分钱 支付宝到账一百万元 拿来吧你 你把手机还给我 这是要还给叶南爵的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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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温暖 你来了 是不是又是你救 要不 你以四创名招包请把他抓起来吧 好 省得他又伤到你了 快给我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你帮我还债的事 你可以理解为你有了新的债主吗 月初一号 去华氏集团上班 你说什么 我说你要打工给我还债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不帮你 等我入土为难了以后 你少纸给我还吗 叶南爵 谢谢你啊 老板 我想数这条手链 这条手链已经卖了 卖了 卖给谁了 不认识 我帮你找找看 好 这是他电话 谢谢啊 你好 请问你是不是来这间当铺买过一条手链 带星星月亮挂坠的 温小姐 方助理 干嘛 四年前你送我的一条手链 被我当了 今天我想去把它赎回来 发现被你买走了 那条手链 你还留着吗 你当初为什么要当掉它 我当时没钱 没钱 所以你就当掉了我送给你的十八岁生日礼物 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为你亲手定制的 我以为你会留着它 我留它干嘛 一条破手链而已 你是不是把它送给男生了 你果然喜欢男生 站住 你干嘛 学生 你的石膏已拆了 我也该搬回自己家了 别闹 我没闹 好 你走 你最好别求着我让你回来 你来干什么 暖暖 谁来了 是你啊 这里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我们是向大家道歉的 这里是威楼 不能再住了 你还坐下了 我有一张房产证 写着暖暖的名字 还有一张一百万的银行卡 我们不需要你这样的假猩猩 拿着 密码 就是你的生日 好 就是这样 给我出去 出去 拿你的东西 暖暖 温暖 暖暖 你的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你开门儿啊 暖暖 妈 这个是我的入职资料 暖暖 我是来跟你们道歉的呀 暖暖 那不是男爵的公司吗 暖暖 这几天怎么没有看到他 你们吵架了 暖暖 我们好好聊一聊 暖暖 暖暖 夜大圣 开门 再不开门我就敲门了 不是又喝酒了 你喝酒了 动手 动手 有什么事你就说 我妈妈跟我妹妹都睡着了 你干吗 你别乱乱 暖 挺想你的 要不你搬回来住 你不是说 就算我穷你 你都 安静 你喝多了 你放开我 男爵 昨晚没睡好吧 阿姨 我睡得挺好的 暖暖 你昨天晚上怎么让男爵 睡摇摇椅啊 没有啊 我就是 没事阿姨 冷冷让我睡呢 我就睡了 你还真是护眼无耻 那 我先去洗漱 男的 你要珍惜男爵 叶 叶夫人 阿强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吗 你放开我妈 我求求你了 想清楚了没 到底什么时候离开 叶夫人 我求求你 千万不要动我的家人 我已经失去耐心了 明天 明天就安排你跟男爵见面 像四年前一样 断了他的念想 叶夫人 住手 放开 男 男爵 男爵 你怎么在这儿 妈 我请告过你 不要伤害他们 你不要误会 是他们爱财 为了钱自愿的 你管这叫自愿 你不用管 妈都是为你好 外公集团的注资 我会立刻停止 至于外公那边 你自己去想办法 你疯了 你为了他们 就要破坏两家的利益 环石集团根本不会受任何影响 至于外公那边的融资危机 我劝你赶紧解决 阿强 走 没事了 温温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还不是因为他是你吗 我替我妈向你们道歉 我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明白 大家把工作暂停一下 介绍一下 这是新来的设计师 温暖 大家好 请多多关照 这边是茶水间 那边是休息室 对了 你之前有什么作品吗 我没有 是新手 那你有男朋友吗 目前 是有的 你刚来上班 肯定很不熟悉 中午就跟我吃吧 这里是法师餐厅 要用法语点餐 我帮你点好了 谢谢啊 这里的价格很贵吧 没关系 我请你 那倒是不用 就是 不能每天都来这吃吧 叶总 好帅啊 好帅啊 对了 我告诉你 你可别寄予叶总 他是我的 叶总身边的帅哥 怎么一直在看着你啊 你们认识吗 见过 见过 那你认识叶总吗 不熟 不熟 你也有被避之不及的一天啊 你真是好手段 叶夫人今天找我来 有事吗 我的儿子为了你 将我父亲的集团 闹得鸡犬不宁 我是管不了你们了 你赢了 当年 你绑架我母亲和妹妹 殴打他们的时候 我的心 比你现在要痛百倍千倍 手段 是有些残忍 但是对付你们这些 为了钱接近我儿子的人 我这个当母亲的 只好担了这个恶毒的罪名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我对叶南爵 从来都是真心的 但愿如此 但你若别有用心 自然 会有别的人 对付你 明白吗 只要叶夫人 不再动我的家人 我自然也不会 对你儿子别有用心 喜欢哪个 我喜欢这两个 分开包装 好的 你选的这个 适合给你妹妹 绝少跟着我有事吗 想你了 明天你就能见到我了 我现在要回家了 别再跟着我 你等我做了什么 你醒了 别紧张 我只不过 是扒了你的衣服 拍了一些照片 你别逼无耻 我说了 别出现在我爸爸面前 你到底要了什么 让我爸爸给你买了套房 那是我的爸爸 都是他资源的 而且我根本就没收 今天 我只是拍了些照片 你如果不乖乖地 跟我和风家保持距离 下次 你就死定了 谁啊 阿姨 男爵来了 温暖不在家 他去逛超市了 进来坐吧 那好吧 暖暖 你回来了 你们两个聊 我去炒两个菜去啊 你怎么哭了 我没有 谁欺负你了 跟你没有关系 喂 来我办公室 现在 这是公司 你不来 那我就下去 你别别别 我来 我现在就来 你这个黑眼圈 怎么 昨天晚上想我想的睡不着 我那是失眠 先把早餐吃了 你怎么知道我没吃早餐 猜的 我想起来我有事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这才来几天啊 就敢迟到 让着背后有人撑腰 你就不顾了是吗 我没迟到 我只是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哪个高层介绍进来的 你最好给我守点规矩 捡起来 整理好 温小姐 今天叶总叫我来接你回去 走上车 那不是叶总的车吗 怎么还是叶总助理亲自帮他开的车门 这个温暖 到底什么来头 把你拍的照片交出来 我不知道绝少在说什么 你认识 我跟你弟弟叶北乔快结婚了 板上没有钉钉的事 不要拿出来说 密码多少 不可以这样对你弟兄 密码多少 废腿之手 密码5210 照片有没有备份 没有 衣服谁脱的 姿势谁摆的 照片谁看过 看过照片的 除了温暖 就是你和我 你怎么来了 你都知道我被拍照片的事了 照片都已经删干净了 不用再担心风月威胁你了 这就感动了 你亲我一下 叶南爵 所以 现在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最近适合你啊 对不起 再给我一点时间 叶南爵 所以你现在喜欢的是男生是不是 对我 你只是对我四年前的执念 不是你想的这样 或许就像你说的 感情一旦有了裂缝 就很难再和好如初了 我们兄弟俩也很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 霍神 我有事想问你 你是不是对我身边的女人都感兴趣 你可别污蔑我 不就一个男生吗 四年前 温暖离开叶家 我去找他 你那时候和他在一起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你跟他之间到底什么关系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你想什么呢 这就是你这些年一直冷淡我的原因 那天下着雨 我看见温暖身上浑身脏兮兮的 下这么大的雨 也不整理一下自己 都生小花猫了 来 进来看看 喜欢什么 随便挑 不用了 这里的衣服 我买不起 这件适合你 跟我还客气什么 咱们从小都一起长大的 来 试一下 看合不合适 谢谢你啊 我会管你钱的 还钱 还钱就不用了 感动的话 就给哥哥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好了 还亲了 估计是母女三人 离开你家后过得并不好 毕竟 小时候总是一起 我叫他上车 带他买点物资 你就为这 你们之间就没有别的事吗 没有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 这就是你这几年 站着男生 看我难受的原因 记住 是我先看上他的 那你知道 我一直在找他吗 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天是他不让说的 而且在这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去哪 叶总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开门 我在门口 不开 那我就只好让温阿姨帮我开了 你到底开不开 说了不开就不开 你这是因为那出啊 温暖 我有话说 你干嘛 温暖 我们正式交往吧 上车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过去 吃早饭了吗 吃过了 你把我送到公司附近的地方 我自己走过去 为什么 我不想被公司的人看到 看到又怎么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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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温暖 全是靠叶总的关系进来的 这个贱人 温暖 今晚我邮箱 要看到二十稿设计图 二十稿设计图 一线设计是一晚上 只能设计三稿 你让我一晚上穿二十稿 楚清莲 你别太过分了 我过分 住手 叶 叶 叶总 我们环石集团 什么时候有这么暴力的员工 叶总 以前集团可从来没有走后门的 而且还是个高中学历 公司招人从来不只看学历 况且我没记错的话 楚主管当时也是楚永华推荐来的不是吗 对不起叶总 这事儿跟我爸爸没关系 如果再有今天的情况 立刻收拾东西滚 我让你来是当设计师的 不是来当他助理的 乖乖 中午想吃什么 都 都可以 你先回去吧 好 那我先回去 让老公亲一个 叶总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您千万不要告诉我爸爸 你要知道 环石集团姓业 是是是 求您千万不要告诉我爸爸 他会打死我的 求我没用 求他 温暖 求求你 帮帮我 我不信叶 帮不了你 温暖 求求你 帮帮我 只有你能帮我了 好了好了 叶总会有办法的 不会温暖你 谢谢 谢谢叶总 现在原谅我了 原谅什么了 没关系 那我就继续哄 哄到你原谅为止 你什么时候 帮温暖 报的小蝶琴班 在他叫我 起伏以后 谢谢您 我从来没想过 温暖 也可以这样 令人瞩目 他很有天赋啊 我替他买了一把 新的琴 很快就能收到 谢谢您 不如换个方式谢吧 比如说 今天晚上跟我回家 这是 你没有把它送给南生 送给他干嘛 温暖 我要告诉所有人 你是我女朋友 你疯了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你的家人不会同意的 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 你也别骗我 也别骗你自己 我害怕 我知道你在怕什么 但是没关系 有我在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 最好的未来 老实点 小蝶 你别过来 好 我不过去 你把小蝶放了 你要多少钱你说 跟你好好说话 你不听 竟然还叫夜男爵 把我抓进监狱 小蝶可是你亲外甥女 外甥女 值几个钱啊 赶紧给我钱 不然我把你妈也绑过来 你别动我吗 你别再往外退了 你要多少钱 你告诉我 你说 要多少钱 五百万 五百万 我现在到哪儿 就给你转五百万啊 这个简单 打电话给夜男爵 你别再往外退了 我现在就打 我现在就打 你打不打 我现在就打 不用打了 这卡里有五百万 你要想要的话 就自己过来拿 小蝶 夜男爵 你炸我 钱都是小事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 伤害温暖 我再不回 温暖 没事了 小蝶也安全送回去了 夜男爵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爱你 那 男生呢 你为什么要和男生在一起 那个时候 我看见你跟霍生在一起 所以 我为了气霍生 才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求婚啊 那是因为看见 你在酒店兼职 和男生闹这出 其实也是为了气 所以 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 对啊 所以你知道我的诚意吗 你可真是 好手段 温暖 准备好见我父母了吗 不要 我还没原谅你算计我的事 没关系 那我就继续哄你 小心 这次我不会再让我妈 把我们分开 你就在这里等我 我没有叫你进来 就不要进来 爷爷 你可要听我做主啊 我早就说过 我们叶家 不是什么呃呃呃呃狗都能随便进来的 爷爷 我是真心喜欢他的 男爵 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妈 从小到大 没有一件事我可以自己做主 今天这件事 我必须自己做主 混账 爸 你轻点 别打了 别打了 你让我进来的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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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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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爷爷 爸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爸 爷爷你没事吧 快叫救护车 都怪你 要不是因为你 今日我叶家 也不会乱成这个样子 你居然还怂恿我爷爷打我儿子 你这个儿媳 我们叶家是不会要了 叶阿姨 你怎么说话呢 要不是因为这个女人 爷爷也不会变成这样 爷爷打男爵的时候 就温暖 冲出来护着她 哼 我总算是看清楚 你们这个叶家 我也不嫁了 不过这份屈辱 你们给我等着 谢谢娘 叶夫人 你也别自作多情 我只是护着我儿子 妈 其实我今天带暖暖来是 好了 从前 我只觉得温暖 是为了钱 今天 对她 确实有所改观 但是 不代表 我已经接受 她是我们叶家的媳妇 妈 我要和温暖订婚 如今你翅膀硬了 居然拿你外公的企业 来压制我 我哪敢有什么意见啊 只要爷爷同意 我 没有意见 没事 爷爷 你醒了 男爵 男生挺适合你的 就以他的家境 对你以后 接管夜市集团 是很有帮助的 爷爷 是不适合不看家境 温暖真心喜欢我 而我也是真心喜欢他 而且温暖从小在我们家长大 你以前最喜欢他了 您不记得了吗 是那个可爱的孩子 其实四年前我们就在一起了 如果奶奶还活着 您肯定会制止我 不要提你奶奶 爷爷 我听奶奶说过 您年轻的时候就被迫联姻 您执意要娶奶奶 后来才有了我爸 怎么到我这儿 如果你们真心相爱 那就随你吧 爷爷 您同意了 同意 谢谢爷爷 我本来没有 你把我带到我 那我带到我 你和她们都在一起了 请您 请您 请订阅 请订阅 请您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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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吃个饭呀 我请客 我就不去了 没关系 都是 不用了 我晚上还要去跟叶总参加慈善晚宴 这几天 心情不好受吧 被曝光当小三还上了热搜 心情肯定不好吧 怎样 要不要带你找点乐子 不信 我并没有心情不好 你这心也可真够大的 叶总也不出来澄清一下 难不成 这事是真的 我手头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你去找别人吧 你们俩听着 待会温暖会从侧面的通道 到隔壁酒吧包箱 你们找个时机 把他给我带过 是 清莲 你来了 来来来 赶紧坐 酒都帮你倒好了 怎么样啊 最近有没有什么八卦 他呀 在公司 还是那个死样子 不过 听说他们订婚了 什么 你开玩笑的吧 双方家长都见面了 就是为了订婚的事 那结婚 不就是板上钉钉了吗 凭什么 凭什么他能加进叶家 不用抓我了 我自己过来 哟 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她是我妈公司旗下的艺人 我们是闺蜜 看你们两个狼狈为奸的样子 真是有点可笑 可笑 对啊 你不知道 楚清莲的喜欢叶男爵 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怎么能胡说呢 我上班第一天 他亲口告诉我的 说叶男爵 是他看上的人 你 你血口喷人 你在这里挑拨关系 是不是 我挑拨关系 也不知道 是我刚才说错了 还是怎么样 说你经常约叶男爵 去喝咖啡 还被拒绝 你敢说你不喜欢叶男爵 你利用我 你把我当傻子 你听我解释 解释 贱人 居然想骗我 快把他们相信你 骗我 骗我是吧 男爵 你住手 让你骗我 骗我 我们走了 男爵 你放开我 你 今天这事没完 我告诉你 我要我妈封杀你 封杀是吧 让你妈封杀我 来 封杀我 我怕你啊 你这个贱女人 你疯了吧 她是你老板的女儿 那又怎样 你的事业还想不想要了 我现在没有叶男爵了 我进不了叶家了 我有事业又能怎么样 男生 好像不管我怎么努力 你都看不到我 霍神 不是你不够好 是你的家境没有叶男爵好 我就算嫁给你 我爸也不会高看我一眼 我从小就是一个私生女 我生下了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你懂吗 但我没说过吧 不过 还是谢谢你愿意陪我 叶男爵 我洗好了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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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暖 生日快乐 你 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 喜欢吗 喜欢 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你许个愿吧 十八岁的生日愿望 是跟叶男爵一辈子在一起 那么二十二岁的也是 你在找什么 没什么 明天就订婚 还不跟我去 什么 没什么 怎么会有这么多礼物啊 因为你的每一次生日 我都想参与 十八岁的生日 我已经送给你了 这些是剩余的 从来都没有人 对我这么伤心过 不论 以后你的每次生日 我都会陪你过 所以你刚才 许的什么愿望 不告诉你 好 叶男爵你 你 男爵 他们到哪了 妈 快来了 妈 慢点 来了 温暖 阿姨 亲家母快进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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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夫人 老爷子你们好 往日都是我的不对 我也是爱子心切 希望亲家母 平时前嫌啊 上次男生要打我 也是叶夫人护了我 叶夫人确实 同意了我和男爵 那就很好 我也是爱女心切 所以 之前的事情 都一笔勾销 男爵 以后你要敢欺负我们暖暖 我也会拼命保护我的女儿 阿姨 我以后不会再让暖暖受欺负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想不到 你我两家 还有结尾亲家的那一天 真是缘分啊 两个孩子的缘分很深啊 今天咱们主要是 生两个孩子的订婚宴 亲家母 八月十六号 你觉得这个日子怎么样 很好 很好 那就 那就这么定啊 订婚宴 订在八月十六号 好 听说了吗 叶氏集团跟男氏集团都对着干 你这少奶奶 还没嫁过去 就要破产了 我相信男爵的实力 叶男爵今天公司都没来 男生上次把你打成那样 你还期待男氏营业时 你 哼 叶男爵 接电话 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想的真是费劲 你怎么进来的 我爬窗户进来的 我看你电话不接 短信也不回 怕你想不开 我想不开什么 没什么 我把你家窗户砸破了 你不会生气吧 以后啊 不用再砸窗户了 房间的钥匙和门卡都会给你 嗯 楚清莲在公司为难你 你怎么不跟我说 还不是因为她喜欢你 楚永华的股份 现在落到楚清莲的手上 她作品推荐量高 跟这个有关系 这有什么关系啊 她动用股东的关系 给自己的作品推荐量 曝光都推荐的最高 你打算怎么做 下周一你就知道了 嗯 我得回家了 谁愿许你走的 很晚了 很晚了可以住这儿 你真好看 你嘴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甜了 啊 叶南角 别闹了 我真的要回家了 都怪你早上缠着我赖窗 害得我迟到了 没事 迟到了我给你补 快看 别这样 大家都看着呢 看着又怎么样 老婆 我学一起吃饭啊 到 好上班 别想我 天哪 温暖和叶总在一起了 现在连老婆都喊了 真不知道啊 这个温暖 她是怎么上位的 我觉得背后不简单 叶总 您找我 好 我马上就到 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吗 不知道 你滥用公司职权 吹自己作品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签了她 不然你在这行很难再混下去 你是在威胁我 是 你破坏公司制度 我不能再留你 我不签 不签 就你那点股份 你能分多少 签了她 你才有职业生涯可言 行 好 我签 你离职完 记得把奖金退了 温暖 你这个贱人 都害我 我没有害你 你 就是你害的我 你有病吧 你别碰我 请放开我 住手 公司现在都有监控 你要再这么闹下去 你就法庭见 叶总 他们都欺负我 你可要公平啊 带走 走 你们都欺负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都欺负我 放开我 温暖 对不起 又让你受伤了 叶总 我们私了 把属于我的奖金给我就好了 想的美 不过你倒是可以提议 彩礼多加一些 今天所有人的受伤 都由公司承担报销 另外 所有人去财务那儿 再两一千块钱 精神损失费 谢谢叶总 这儿呢 这儿的咖啡挺不错的 我去给你叫一杯 服务员 等一下 你不会又憋着什么坏招 准备对付我吧 我才没空 在你和叶南爵的身上 再浪费时间呢 我今天叫你过来 主要是想跟你 道歉 道歉 之前 我以为我自己喜欢叶南爵 对你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 是我的不对 怎么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但从酒吧那次开始 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真心 原来我一直喜欢的 是霍申 从前 我只在乎叶南爵的钱和地位 但现在 我看开了 也放下了 也希望你能不计前嫌 原谅我 霍申 曾经帮助过我 看在霍申的面子上 我不跟你计较 祝你们幸福 我来 你还准备了惊喜 谢谢 孙女 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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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你好 孙喜 带上试试 谢谢爷 爷爷 爷爷 您的眼光真好 选的卓子真适合暖暖 这是奶奶的 陪嫁品 说未来给以后的 孙子太太 现在 交给暖暖了 谢谢爷爷奶奶 这是奶奶说过 最好的订婚礼物 在你们结婚 登记结婚之前 我有一件事要了解一下 就是暖暖一家的债 五百万 是不是 你给还了 那个暖暖一家的债务 五百万 是不是你给还了 没有 是他替我还的 不过 在嫁进叶家之前 我会将这笔钱还清 不用你还 这是我自己的钱 什么是你的钱 还是叶氏给的 这是我自己建立的分公司 跟还石集团 叶家 没有任何关系 男爵 其实 就算爷爷今天不提这件事 我也是要将钱还清的 你怎么还 那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想堂堂正正地嫁给你 你的钱不还清 我是不会和你领证结婚的 暖暖做得对 这是我们叶家孙媳妇 应有的风凡 你为什么答应爷爷 你到底还想不想跟我结婚 我想啊 想你还答应他 叶男爵 你先冷静一下 坐 你不要那么凶人家吗 对不起 我只是怕 怕你又会不辞而别 怕你像四年前一样 叶男爵 你放心 我答应你 一定不会再离开你 那你就跟爷爷说 你不用还钱了 那你相信我 我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你还是要我等 叶男爵 十八岁那年 你每天送我上下学 不是我跟不上你 只是当时的我 觉得我自己配不上你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总有一天 我要成为你 要配得上你 可在我心里 你从来就是独一无二 那你还生气吗 气 我气你不能立刻跟我结婚 干嘛这么生气啊 我先走了 你敢 走 意大利那边有个设计大赛 一等奖 五百万 五百万 温暖 我知道你想做出自己的成绩 这可是 你唯一留在男爵身边的机会 别让我失望哦 不然 你可嫁不进爷家 谢谢你 爷阿姨 告诉我这个消息 别愁没苦脸啊 不就晚点结婚吗 你不懂 那我先 借他五百万 让他先还你 就当 替男爵道歉了 温暖肯定不愿意拆东墙补西墙 喂 申哥哥 你在哪儿呢 快回家嘛 哎 宝贝 你来接我吧 再一遍 你俩能不能不要这么腻歪 别看你 订婚比我早 咱俩还指不定谁先结婚呢 那我们要不要比比 申哥哥 我来接你回家了 那我先走了 小心我的设计稿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打电话喽 我静音了 霍申都不敢不接我电话 只有你敢对我缺氧 乖啦 等我忙完这身就好了 那你叫一声老公听听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帮你去放洗澡水 要不你今天晚上补偿我 先去洗澡 快吃吧 以后就凉了 生气了啊 你别这样嘛 我今天晚上补偿你 好吧 那你以后来不来接我 我保证 你回去 我现在就要 你别闹我上面要迟到了 我是你老板我不放你 叶男爵 叶男爵 这里是五百万 都是我自己挣的 嗯 爷爷本来不想让你们还的 但是 作为还氏集团的女主人 应该有这个魄力 和这个胸怀 妈 娜娜 恭喜你 娜娜 是该我谢谢您才对 叫妈妈 妈 我为您也设计了一件礼服 已经让男爵提前送到您房间了 我看见了 所以啊 特地来找你们的 来 娜娜 这是我们叶家的传家之宝 今天呢 就传到你的手里了 祝福你们 妈 谢谢 妈 娜娜 这是一千万的银行卡 你收好了 这是叶氏的房产证 这 这是大别墅的房产证 地段特别好 协议里头 还有我们 环氏集团 百分之五的股份 从爷爷名下转给你 这些啊 是叶家给你的财力 这也还没跟亲家母商议呢 如果不够 再说 够了够了 爷爷够了 这些 都是你的个人财产 现在啊 是夫妻共同财产 而且这只是一部分 只是一部分 家大业大 我们急需造人 喂 喂 男爵 男生他 他跳牢了 男生怎么会突然跳楼 霍神 你没事吧 发生什么了 我收购了华音集团 初期那样找人将男生给 无数了 男生受不了 我赶到的时候 他已经从雾楼跳下去了 霍神 你先保重好身体 你可不要做傻事 至少 要合法 我一定不会放过楚清莲的 温暖小姐 请问 你愿意嫁给叶男爵先生 成为他的妻子 无论贫穷或富贵 对他永远 不离 不弃吗 我愿意 那请问 我们的叶男爵先生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掌声 祝福他们 下面 有请我们的新人 交换结婚戒指 讹刘 你 Sang 伤心 寻心 我愿意 你不担心 你不想 我我愿意 让你 年轻 这该不会是怀上了吧 这可不好胡说的 男爵 你快去看一看 哦 冷暖 你怎么了 还问 还不都是因为你 因为我什么 叶男爵 我 我怀孕了 什么 前两天刚测出来的 冷暖 我要当爸爸了 冷暖 新婚快乐 这个是我们给你的水里 红包我就收下了 你和霍生的婚礼 我也会准时到的 有霍生的陪伴 你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谢谢你 冷暖 乖乖孙喜 你刚才去哪里了 我 爷爷 我们怀了 好啊 我们叶家又有后了 亲家母王 我可没说错吧 你的眼睛可尖着呢 干杯 干杯 亲身快乐 亲心快乐 亲快乐 天人 天人 挺快乐 不是 是 他 他 是 我就 你 他 我 感谢观看